怎么样呢 赶紧的鞋巡呢 全系列都在关注在这里呢 我们台湾因为也有旅客在马航MH370班级上头 我们的海军也出动了 但刚才已经都聊到觉得 这个出动时机好像也太晚了点 那么现在出动的船舰到底能够帮上什么忙呢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好 这个昨天已经出动出发出去了 有什么呢 海军的丹田号军舰 那么海巡的巡护7号跟巡护9号 对不起 田丹号军舰 那么现在呢 三艘军舰舰艇之外呢 那还有的是呢 C130的运输机 但是要中继 所以到了这个太平岛就得回来 但是还是每天都给它去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往这个南海的方向来前进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帮上什么忙 其实根据我们来了解到 这现场的洋流状态是这样子 如果一旦飞机确实是在这个区域来失事的话 这个海域这边失事的话呢 在这里呢 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 我们都希望残骸能够被找到 残骸是往台湾这个方向来漂流的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前进的状态之下 所以邱毅老师 其实我们舰艇能做的应该不是单单 只是去宣誓而已吧 不宣誓不行 非得要去了 去了要做点实事 台湾在这次的救援照相 因为里面有一位台湾的旅客 到目前行踪不明 那我们的政府确实应该参与救援 那台湾的行动是比别人慢 但是会不会后发先制 当然就是说 以台湾在整个救援团队里面 12个国家跟地区 台湾基本上不是主力 主力应该还是美国跟中国 这两个 当地是马来西亚政府 另外跟越南这个失事的地点 跟越南有关 还是以这四个国家为主体 那美国都把地区舰队都出去 大陆的这个绵羊号 井冈山号都已经出动了 所以以台湾目前所拥有的 一个收救的能量 基本上相对这些国家是比较差了 但是差无所谓 还是要表达台湾的一个强烈的企图心 对不对 那么有台湾的乘客 台湾的旅客 在整个的失踪的旅客名单里面 那台湾是应该要负这样的一个 人道救援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 把政府的想法 政府的企图心 那这个台湾的国人对政府的 在这次救援行动里的期望 要充分地表达 但是能不能做到实际的效果 那就要看 那就有一点要看运气 看运气 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这个图上告诉大家 在洋流的部分的一个 海流的一个方向来 现在是朝台湾这个方向来前进 这正好就是我们的一个舰艇 要往南海方向前进的路上 当然这个海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纪委我们刚刚说到 不管是政治意义该去 人道救援本来也应该要去 虽然现在是比较慢的 但能不能够后发先制 在整个路途上呢 不单单只把船舰开去 耗了很多油料而已 路途上是有机会做些事情的 不管是救难症灾 我觉得这些国际事务 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 除非当事国他拒绝 对 像前阵子不是大陆发生 这个川阵吗 还有其他日本发生什么 神医的地震等等 这些就是说 除非当事说 我不需要你们 我自己来 马国他基本上是需要的 再说里面大飞机 是各国人都有 实物的国家 他有什么理由拒绝 说你不能来找呢 所以我们该更快 所以没说 我相信我们的那些相关 运气可能也没有办法跟美国比 可是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是一个机缘问题 有些你真的有那个善心 而且我觉得 这样一个国际事务参与的话 对我们国际的一个能见度也好 或是人家给你的肯定 我觉得应该加分很多 当然不是说 基于这样一个考量 就算基于人道考量 也应该这么做 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的话 我讲这种比较现实 你就把它当成在演习也好 对不对 演习都在演习 更何况真的是在救人 那以前演习都可以花那么多钱 那演习呢 当时为了菲律宾 那个事件 我们都还吊了两架飞机 你这个事件 当然船啊 这相关的一些科学仪器 可以带出去 我觉得借这个机会 应该好好展现一下 尤其是 美国这次主导的 每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这一次是首度邀请了 中国大陆参加 去年是首度邀请了 俄罗斯参加 一直没有邀请过台湾参加 那台湾如果在这次的人道救援行动里面 能够表现的突出 也可以跟美国反应 也可以跟强调国际的反应 你美国环太平洋的军演 是不是应该邀请台湾 你为什么一直不邀请台湾 对不对 因为整个环太平洋军演里面 有个重要的项目 就是所谓的发生空难 海难的时候 所谓的人道救援 应该怎么去做 要主动出击 你主动出击 人才知道说你有这个能力 能够正视我们的存在 那昨天才出门 所以今天引发的一个看法是说 好像还真的是慢了点 特别是有我们的 人民在这架飞机上头 在东海 在南海 在南海这一代要宣示主权 以及台湾存在的意义跟重要性 这次的动作也慢了点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 虽然慢 但是中途里头 能不能先做到些什么 做出贡献 这恐怕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我们休息片刻 待会回来 谢谢